你们分享了很多的洞见 那么我们下面呢想请出阿里巴巴商学院外聘讲师 国际站资深买家 还有跨境主播李晨阳 他会从杭州接入给大家讲一讲 电商幕后如何在中国做主播 大家能听到我吗 大家好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我非常荣幸的参加今天的活动 我也想感谢上和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活动 时间有限我就直接接入正题了 我觉得今天讲到的话题非常的有价值 今天的嘉宾呢都是咖位非常的大 我在我经常会说我一辈子都是学生 因为呢我今天在听会的过程之中就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这也启发了我对未来的思考 那么我今天呢就会讲一讲如何在中国做主播 那么首先呢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在阿里呢我做过这个B2B C2C还有B2C等等方式的业务 那之前呢我其实是做这个体挺的专业运动员 那么我觉得我这个人生轨迹可能还是挺特殊的 之前是滑皮滑挺的 现在呢是做主播 虽然说看上去是跨界转弯的这个弯度非常大 但是那之间还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 就是要有耐心 必须要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拼 此外呢还需要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 那给大家展示一些数据 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呢 电商已经成为了全球零售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呢全球电商零售随着网的普及 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电商的消费者呢遍布在全球各个国家 网购呢也已经走入了千家万户 那么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 我们发现就是电商零售的这个用户的增长也非常的快 在2020年一年呢就有超过20亿人 有通过网购的方式来去购买 此外呢全球电商销售额也突破了4万亿美元 那么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但是在这里呢我就想引用 修吉尔的一句话 也就是不要浪费任何一个危机 任何一场危机 那么我来讲一讲这个主播 或者说直播是什么 那我觉得直播呢相当于一种云端的展会 那么这不仅仅是卖货之外呢 也能够和消费者或者说潜在用户来去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连接 而这种情感的纽带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呢它也是一种交互式的体验 背后呢还有算法的加持 那么直播带货它覆盖的领域非常的广 无论大家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什么的领域直播都可能有这方面的直播 那此外呢就是直播就是能够比较好的解决人找货的问题 那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想买的东西非常小 但是呢就是找货的时候就会花很多的时间 但是呢通过直播就可以帮助我们一键找到感兴趣的服务或者是商品 那这大家看到的其实挺有意思的 那么里面这位主播威亚呢 他是在卖火箭 他而且呢提供了独家的折扣 500万人民币的折扣 那么有了这个折扣之后呢 那可能就是这个火箭最终的价格就是9亿多美元 那么接下来再看看李佳琪 他也是也非常知名的一个主播 在18年的时候他和马云之间的有一个这个直播的PK 马云他只卖出了十只口红 那是在五分钟之内李佳琪卖出了五千 几千多只几千只口红 还有什么呢通过直播还可以看到哪些内容呢 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要看看铝波这一块 那么比方说飞珠他们也是专门的发布了这样一个铝波的节目 现在呢旅游也可以加入到直播的这个行列中了 那么还有什么呢 其实农业方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手机有一个摄像头通过这样的直播 这些原产地的农民他们也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了 农民他们可以非常容易的开直播然后就可以卖货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体验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这里开始在看到的是珠宝直播 大家可能观众会质疑这可能难道是真的珍珠吗 那么在直播期间呢他们也就是做了非常多的内容 比方说如果你想买的话你稍微点一下就可以立刻下单了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他也是在杭州 也是杭州最有名的一个主播 他有800万粉丝在有一场直播中 他们选品的时候他们最少可以挣100万在一场直播中 那可能是15万美元吧他们一场直播下来最少可以挣100万美元 那么有时候他们的收益可能会达到1000万人民币 看上去好像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大家在图中可以看到有整个团队夜以继日的工作 他们每天要连续的工作6个小时10个小时 布置物和他们就是要在线上来做各种事情 而且呢做各种的适用 那么其实看上去非常的简单 但其实直播背后呢需要一个团队的精诚合作 那么接下来说说跨境直播 那么一些主要的电商直播平台呢 下面有Alibaba AliExpress Lozada 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在抖音啊还有亚马逊 他们这些平台都非常的有潜力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就是在跨境直播呢 现在还是在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中 那么受到疫情的影响 对于跨境的商贸有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抖音他们也在美国 中国印尼呢有着长足的发展 那么一开始大家可能就是还会觉得这是一个新奇的事物 但是在中国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只要一点击就可以下单了 这个是中国直播的一个模式 但是对于跨境的直播和购买来说呢可能要花上两步 最后给大家再多介绍一下中国的跨境直播 那么其实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独到的门类 非常特别的门类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解决大家的需求 那么直播会是一个当代非常好的方式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联系我 大家可以扫描阿威马加我的微信 谢谢 非常谢谢李晨阳的分享 非常感谢李晨阳的分享